公敬病变案例 建议住院治疗 我学过原始点 家人也曾因原始点受益 并不打算住院 因道境检查报告单 11月24日 我决定到原始点工艺中心条例 当时面容憔悴 体力非常虚弱 宫敬迷烂 且有触碰性出息 志工嘱咐我喝浓姜汤 用红豆袋温敷 患处用姜汤冲洗 并喷洒干姜粉 每天一次 11月26日 条理的第三天 我再次到医院 看病理诊断报告 确诊工境 HPV感染 医生再次要我住院治疗 病理诊断报告 但用原始点的调理方式 才两天 我就感觉体力有所好转 患处也在修复中 更坚信自己的选择正确 于是拒绝了医师的住院要求 我每天积极地配合志工的处置 同时也保持乐观的心态 体力逐渐恢复 窗面也慢慢复原 经过一个月的调理 所有症状基本已痊愈 我感到非常开心 希望我的案例分享 能让更多的女性朋友 免除手术的痛苦 受益于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的大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